歡迎收看小明星 請記得這次分享 您的評価 請提電視頻 你叫做BIAN BIAN是一個 很隨便就得來 又很趣的老闆 他有的 他對我們很趣 他對我們很高興 不會說放於老闆的架子 我喜歡偏甜一點 當然也不是甜 現在不是吃了甜品 但是甜一點 這個質感就一流 像稠稠的 少辣 有些辣 如果最好吃的咖喱 不是偏見 印尼的咖喱 嚇死你 最棒 印尼的咖喱雞 很好 很好笑 我剛才和你吃完國際咖喱屋 我們吃完午餐 說回印尼 很好笑 因為印尼的咖喱店 我還記得 前面有一間餐廳叫Sarribundo Sarribundo是吃了一些 其中一個村的菜 很出名的 吃了咖喱雞 我手腳都吃咖喱 很好吃 很好吃 stimulating 我經常和爸爸媽媽媽 和我姐姐妹妹 和弟弟吃 吃一道咖喱雞 直接走進去 旁邊趁道的 Gas 就是咖喱店 跟爸爸修理 剛才雕前現在吃了咖喱 之前下一個in 這個是很好笑 現在我們有很多客�ظ 他帶的兒子去剪 六歲七歲去剪 其實這樣看都很棒 因為他六歲七歲剪 他長大都會說我要去Bubble Shop剪 因為我小時候我爸爸帶我去Bubble Shop剪 這是一個文化 好過Bubble Shop就是 首先所有師傅一定要清楚知道 什麼叫Fate Fate其實是 天人經常說什麼非法母 Fate就是Fate Fade 我們所有Bubble都會清楚知道 客人譬如說我要Mid Fate 已經知道他要點什麼頭 Fate是分Low,Mid,High 然後就是Skin Skin就橙了 看到皮膚就橙上去 而且一定要懂得Shave 就是看鬆 當然現在香港這個情況有這樣的疫情 我們暫停了 暫停了Shave的服務 什麼叫Shave 其實Shave是一個服務 進來很多鬆 我要Wet Shave 鋪毛巾幾次 然後真的用Razor剃掉你的鬆 乾淨,Clean Cut 這樣就叫做Wet Shave 當然它有些叫Beer Trim 有些在Goathe的Trim各樣 它們都要認識 盡量減低那個Risk 做了這件事之後 都OK 都可以運動 當然Business時間都會下降 希望疫情快點過 男人喜歡快點正 我進來 我們所有的服務是半個小時 因為我都去過Salon 很多次 之前 我經常有幾個訪問都說過 我進去Salon 又要等你半個小時 屌你了,我約了你三點 你三點半才 你過來吧 Brian過來 幫你洗頭 都沒問題 洗頭洗九個字 不要緊 都OK的 都搓頭說 我喜歡有沒有很舒服 洗完頭 又坐下 又坐多三四個字 我跳你過 我時間不是你的時間 你時間是重要的 我時間是不重要的 這件事我們很注重 但是我們盡量是 你預約了六點 你就六點可以剪 最多等三分鐘 五分鐘 OK,9點半就剪 這些就是Business的文化 所以它每兩個星期一次剪 然後兩個星期之後 再剪 就做他要做的事 我記得我去美國 去加拿大 我都會去Barber Shop 剪頭髮 裡面的vibe很棒 音樂 hair product 全部都是 比較natural water-based 的東西 Be Barber chit chat 那個vibe很棒 我想要有這個vibe 因為我覺得 美國有加拿大 有香港都可以 是我喜歡的1950年 因為這是我們走的方向 我們跟回1950年的classic cut 其實很簡單 這些東西 又不是我自己藏出來的 這些黑白地下 其實很多classic都是這樣做的 那我就想 那我一定要是被坐 或者被椅子被人坐 那這些style 全部都是一些old school 東西 那在音樂 我們一定要玩50年的音樂 或者我們都可以 玩old school hip hop 我可以跟他們說 因為他們經常都聽50 所以我覺得很沉悶 那不要緊 old school 90s hip hop 什麼叫apprentice 回來 他們說我想做barber 但我完全不認識 我剪輯都還不認識 OK 我們會開一個 叫做shopkeeper shopkeeper 什麼都做 其實他們的工作很辛苦 什麼都要做 有掃地 準備一些毛巾 assist barber的東西 接觸客 各樣 那一個禮拜 他們會有兩天 這個叫做model night 即是叫做hop 他們要知道你的臉型 你的頭型 襯什麼 你的臉型 我想那個文化越來越大 除了不只是Handsome Factory whatever 你便開 你便開 真正的kebaba shop 但你沒有在這裡 兩頭當我 你開 surf 我想全港的男人 剪輯就去baba shop 女人去salon